香辣鲜嫩 这滋味绝辣 经典川菜家常做 老徐今天请您吃水煮牛肉 三个关键步骤做出鲜又嫩的牛肉 俗话说得好啊 横切牛羊素食切鸡 所以呢要横着切 均匀的切成薄片 要想牛肉嫩又滑 沾接耳朵胶 拿食用碱或者小处杂5克 凉水没过牛肉 搅拌均匀泡5分钟 水煮牛肉的灵魂啊 是刀口辣椒 锅烧热 放入麻椒 干辣椒 小火慢慢边香边干 辣椒有点微微发糊 火火就好了 炒好之后呢 摊开晾一晾 晾晾之后啊 来个酒瓶压碎 这个焦麻料啊制作好了 放旁边备用 牛肉要嫩的需要三种水 第一种水的就咱们这个碱水 泡好之后呢 把酱水给它倒出去 加入少许的盐 第二水呢 就是淡青 轻轻的给它抓 第三个水啊 就咱们这个葱姜水 水完全吸进去 牛肉的胶质感本身出来以后就好了 怎么鉴定呢 拿一片牛肉 我手上一贴 那就不掉了 这时候咱们加点淀粉 淀粉呢 分两次抓 这样的好找光量 加入沙拉油 静置15分钟 好 一切就细 这锅热油 放入葱姜蒜 加入豆瓣酱 煸出红油 加入香水鱼料 干辣椒 加入火锅底料 加水 大火烧开 哎呀 满屋的飘香啊 把这个料渣完全捞出来 咱们调口 加入盐 老抽 生抽 下牛之前啊 那时候给它拌一拌 哪开锅 往哪下 家里垫底的蔬菜随意配 咱今天配的是求生菜 拿淡眼水给它洗一下 是为了杀菌消毒 这牛肉下到锅了以后啊 千万不要动 等这个淀粉完全糊化了以后 再轻轻的推动它 好 最后啊 咱们够点馅 牛肉做好了 出勺 好 最后加入灵魂小料 蒜蓉 葱花 刀口辣椒 干辣椒 过来加底油 加麻椒 焦油有讲究 三点头 第一次焦油啊 焦外面是辣椒 第二次焦这个焦麻料和香葱 第三次啊 把这个蒜沫也给它焦熟了 好 最后撒上香菜 炊炖牛肉齐活了